大家好,我是尔伦,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基础课程 那前几节课呢,我们一直在去讲理论 讲这个HBase组成,HBase架构 以及HBase的一些数据查询原理和过程 那么大家听了很多理论课呢 总得想找点实际做的,实战做的,对吧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实战内容 这几个我们就讲HBase的这个销 那么我们学了Linux,Linux一个销 它里面会是直接销交本 那么HBase的销是什么 然后我们会介绍HBase的一些操作命令和HBase的管理命令 这个是指在这个服务端做运营运行的这个操作指令 那么我们先可以看一下HBase的销 那HBase呢 它提供了一个命令行的操作界面 我们称之为HBase系 这个呢,主要是一些这个运营啊 管理者在HBase不断进行操作的 那么这个它会分成这个操作命令和管理命令 比如说操作命令我们可以有的话 我们可以创建删除或者修改表啊 这是操作命令 同时呢 我们我们也就可以往这个表里面就添加一些这个数据 删除一些数据或者说查询一些数据 那这个相当于我们平时正常改查了 那么还有管理命令 比如说我要去看扶服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启动这个负载均衡 或者我启动Raging的合并啊 或者是表拆分啊 这个都是这个属于管理命令 那么我们怎么去进入HBase这个希尔环境呢 那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到这个HBase安装目录 这个这个并目录下面啊 安装目录的并目录下面 去执行点反斜杠HBase空格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带你进入这个命令行的操作界面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去看一下 这个HBase这个操作命令啊 比如说创建表 这个添加记录啊 查看记录 那么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比如create put get 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吧 我们第一次去用去使用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也记不清楚都到底命令怎么去用 比如说 呃 put添加记录 那我们学关心数据库里面 我们会用insert 那么在HBase中呢 put呢 相当于这个insert 这个里面 这个用法怎么去用 那这个我们啊 不清楚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一点 记录过后呢 也不理解 这怎么去用呢 没关系 我们通过实力啊 来帮助大家去去记忆去了解 那么来 我们去先进入这个shell命令来实际操作一下 那么我们方前目录什么 在HBase这个安装目录的B目录上面我们敲点反斜杠 HBase HBase 就可以进入这个shell环境 那么稍等一会儿啊 才这个命令会带我们进入这个操作界面 这个时候呢 进入操作界面 我们 如果说我们某个命令忘记了 或者说这个命令我们忘记了怎么办呢 我们看他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HBase shell 输入个什么 输入个help 然后按照回车键 它就会 列出所有的这个啊 命令行 那我们试试看 来我们来敲个help 我们知道help帮助一次 对不对 大家都能清楚 那我们敲help 它会出现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他会把这个命令啊 进行分组 比如说啊 这个常用命令啊 这个什么状态 表操作版本啊 who am i 谁登录了 是吧 然后ddl 比方说alot 啊 这个什么create describe disable 这是这个什么group 然后name says 这些都是这个命令 都是些命令分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创建一个数据库 什么创建呢 我们知道 用create创建 但是create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忘记了 对吧 我们比方说我们忘记了 这怎么办呢 我们只要去敲create 它会再给你提示 那它都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create 我们再拿乔这个create 我们再拿乔这个create 啊 在这 对吧 它会给你提示一下 说你可以创建一个表啊 一个名字 列祖是什么 版本是什么 对吧 那我们 那我们这样来创建 模仿它的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 我模仿它的试剧是不是就可以了 比方说我创建一个啊 表空间 你如果说你不敲表空间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的 对吧 我们先不敲表空间 那不敲表空间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说的那个 namespace的章节吗 不敲表空间 那这个表默认在 default的目录下面 对吧 那我们先不敲表空间 我们叫table01啊 列祖我们叫做f 那他最多可以存几个版本呢 存三个版本啊 那我们敲个回车看了 哎 这个命令就结束了 对吧 这时候呢 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表 那怎么去看 这个表是否已经创建了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list 看到没有 这里面呢 它显示两个表 这个表是我们之前创建了 那么这个表是table01 是我们刚刚创建这个表 table01 那么这个table01 我们看啊 创建了一个列祖 称之为f 版本三个 那我们想看这个table01的详细信息 怎么去看呢 啊 那我们前面这些命令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 再可以去复制下来 对吧 我们再可以去复制下来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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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拿来去 啊 啊 我们直接敲DESC啊 table01 这种就可以看到了 对吧 它这里面有列祖是f 对吧 然后呢 可以看到 版本三个啊 这个快大小是65536啊 然后呢 这快速缓存呢 默认是tru 缓存的 in memory呢 啊 它是 它是放在这个缓存里面的啊 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看到 创建了一个 名称为 table01的表啊 它在这个 默认的表空间下面 那如果说我们创建一个 表空间啊 在一个指定表空间下面创建一个表 怎么创建呢 我们再来 再来回到这个命令 我们给它改一下table space 对吧 是表空间 在table 我们 再去敲这个名领 看它会出现什么 啊 它这个时候就给你提示了 啊 就给你提示了 说这个表空间呢 不存在 对吧 那怎么办 我们得创建一个表空间 是不是 你table space不存在 创建表空间 那创建表空间又怎么去创建表空间呢 我们再来穿命令 help 对吧 我们再去看 create namespace 对吧 这是 这个分组是namespace create namespace 对吧 那我们来 把这个create namespace 敲上去 我们再来看 好 这个时候呢 就简单了 对吧 就简单了 它只要说你创建一个表空间 后面有表空间名称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时候来创建一个table space 啊 我们输入这个 我们再看一下 好 表空间已经创建了 对吧 那么怎么看表空间呢 你说你创建了表空间 它显示成功了 怎么看呢 我如果说去敲list 它不显示 它实际上是表 那么表空间 它又通过什么命令去显示呢 我们再去看它这个啊 list namespace 是不是 它在那边跟我们提示很清楚 那我们把它命令敲出来 回车 哎 看到了 是吧 我们有个table space hp 还有default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前面我们创建的这个啊 table space 刚table1啊 这个能不能成功 OK 成功了 是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敲 list 查看 当前这个hp 有多少张表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了 对吧 table space 冒号table 杠 零一 这个表呢 已经传建了啊 这个表呢 虽然是同一个名字的 但是呢 它在不同的表空间 啊 这就是表空间一项作用啊 做表的隔离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表空间的啊 创建表 一些命令 包括创建表空间 那么这个命令呢 我们 学到这里啊 其实呢 很大程度上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帮助信息啊 你时刻去叫help 去关注 这个帮助信息 帮你 来解答什么问题 那比如说这时候 我们要 给表里面去 增加一条记录 那我们怎么去操作呢 对吧 那我们知道 这个增加一条记录 我们使用put 那put后面指令是什么呢 我们不清楚 没有关系 你直接敲put 他会给你提示 他会给你提示 你看他提示的啊 我们看提示的 put 对吧 这个是呢 你肯定往哪个表里面去put嘛 对吧 put 提 这个呢 看到没有 他在他在上面已经有了啊 这个看到的描述啊 put 一个sail value at这个指定的 table 表 列 表 这个行件 列 啊 这他的先描述啊 这column是ce 是吧 那我们 根据他这个描述 我们来敲个命令啊 敲个命令 比如说我们说前面这个 Table01 Table01 然后呢 我们再敲 Tag叫做什么 行件 是吧 行件 我们称为 用用什么呢 随便输 比方说肉 -01 随便零 然后有个列足 对吧 这是列足啊 那我们去写什么呢 我们这个 Table01 里面有个叫做F是吧 列足F 他有个列啊 我们称之为这个什么 列嘛 那只是什么呢 呃 我们只是一个hello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瞧回事 好 提示成功了 对吧 提示成功了 那 我们怎么去给他 来 确定一下 我这个 数据 到底是否插入成功呢 我们来看一个 Skin 我们再跟他的提示 看一下 哎 他这个里面会有很多啊 那我们先敲个简单的 对吧 我们去查这张表 就查这张表 后面他会带列 带这个 每个简多少个啊 可以带这个star row 我们先不要学这么多 我们来简单的去 验证一下 table01 我们看到了 对吧 我们插入一条 叫做F 对吧 列读F 列是name 指示 hello 这个roo key是一个roo-01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数据呢 就已经插入完成了 那这个呢 是一些hello 这些是这个sello的一些最基础的命令 我们通过这个命令行 一步步的帮助我们能得到这个数据啊 怎么去建表 怎么去插入数据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啊 那下一期课呢 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去介绍这个sello命令 包括如何去 获得一个指定的行啊 包括如何去 删除表啊 等等 那这个我们这档课呢 先到这里啊 下期课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更多的这个sello命令